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4月7号这一期啊 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首先啊,咱们还是看这个克里米亚方向 这个金融时报啊,5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啊 说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一名高级顾问 对该报记者说啊 如果乌克兰军队禁军至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的边界 到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边界啊 基辅愿意与莫斯科讨论克里米亚的未来 他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乌军到了克里米亚边界 我们就可以跟俄罗斯谈克里米亚以后怎么办 咱们看来怎么说的啊 据报道,泽伦斯基办公室副主任西比哈 这方话是乌克兰去年4月中断于克里姆林宫的和平谈判以来 乌方对谈判的兴趣最明确的声明 报道称西比哈在提及基辅计划已久的反攻行动时说 如果我们能成功实现我们在战场上战略目标 并且当我们身处于克里米亚的行政边界时 我们准备打开外交篇章讨论这一问题 他还说啊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排除动用我们的军队解放克里米亚 报道还提到啊 西方官员质疑乌克兰收复克里米亚的能力 并担心任何以军事方式这样做的尝试均可能导致俄罗斯总统普京升级战争 也许是以动用核武器的方式升级战争 西比哈这方话可能会让西方官员松一口气 报道称 泽伦斯基迄今一直排除和谈的可能性 直至俄罗斯军队离开乌克兰全境 包括克里米亚 西比哈说 随着乌克兰军队离发动反攻收复克里米亚越来越近 泽伦斯基及其助手现在正在专门讨论克里米亚问题 据报道 乌克兰军队最近加大了对克里米亚半岛俄方军事设施的攻击 包括陆机和海机无人机攻击 这个每天都有啊 咱们每天都聊这个事情 泽伦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克五日对自由欧洲电台说 乌克兰军队将在五到七个月后抵达克里米亚大门口 当然了俄方说 克里米亚公声称该半岛的地位不可谈判 不仅不可谈判 俄罗斯军事专家他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俄罗斯导弹和炮兵科学院副院长军事学博士 堪斯坦丁西夫科夫对卫星通讯社表示 泽伦斯基办公室关于在乌军到达克里米亚边界的情况下 可能与俄罗斯就克里米亚进行谈判的言论 毫无依据 几乎没有这样的力量和资源 俄乌双方就克里米亚的谈判问题 双方是群枪舌箭的 你来我往 泽伦斯基的高级顾问说 我们到了克里米亚边界 咱们就可以跟俄军谈判了 俄方说乌军现在没有那个能力达到克里米亚的边界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双方都在释放一些信息 乌方让这个西比哈出来说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要试探俄方的态度 因为咱们以前就说过了 克里米亚实际上现在这个现状 就是俄罗斯已经占领了八年 对俄罗斯来说呢 他需要这个塞瓦斯图巴尔港 这是普京的命根子 那如果双方能够谈判 那是最好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克里米亚的主权呢 他输入乌克兰 但是塞瓦斯图巴尔港 及其附近的一些地方 可以长期租借给俄罗斯 比如租借一百年等等就这个意思 那要不然乌克兰跟俄罗斯谈 谈什么呢 谈让俄军撤出去 那是不可能的 那就只能打呀 谈出去是不可能的 你只能把俄军给打出去 俄军只要能在克里米亚守一天 他都不会放弃 刚才说了那是普京的命根子 所以说你谈判 让俄军撤住克里米亚 极无可能 唯一有可能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大兵押近 然后乌方收回主权 可以租借给俄罗斯 我想乌方的可能 他打的算盘就是这个算盘 但是这个美国和北约 他们肯定是不支持的 他们是希望把这个俄军 赶出克里米亚 彻底把俄罗斯的势力 从黑海赶出去 那对塞瓦斯基来说呢 他先释放这个消息 看看俄方反应 如果普京接招 那就谈 普京不接招 那就打 这就相当于释放一个气球 关于反攻 我们看看这个乌克兰是怎么说的 乌克兰国家安全 和格防委员会秘书 达尼洛夫今天宣称 有关乌克兰武装力量 来反击俄罗斯的时间 和地点的信息 是特大机密 整个地球上 只有三到五个人 知道这一信息 说到现在为止 整个世上 只有三到五个人 知道乌克兰 何时何地 发起反击 这个我相信 这个绝对是高度机密 这三到五个人 可能只有三个人知道 这个你不能说他是吹牛 这个波多利亚克 本人可能都不知道 因为他的级别不够 我们再看看这个扎波罗热方向 现在另外一个热点就是扎波罗热 双方都在调动这个 最先进的坦克囤积在扎波罗热周围 这个俄军大量的T90坦克 不是去巴赫木特 而是从不被安排到扎波罗热地区 这两天啊 不断有俄方消息 这个信员啊 透露说 乌军在扎波罗热方向 集结了15个旅的兵力 且大部分为北约制式装备 说本来就是那些暴式坦克 挑战者二呀 援助给乌克兰的 差不多整个的编程赢之后 统统的开完了这个扎波罗热 从这个迹象看乌军如果要反攻的话 有可能突破扎波罗热俄军的防线 然后直接拿下梅里托布尔切断大陆桥 这样围困克里米亚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看样子啊 俄军堵在乌军进攻路线 就是扎波罗热 梅里托布尔 比尔江斯克这一带 所以俄军在这严加防范了 一个月生产30辆T90 统统在这送到扎波罗热来了 根据这个图片报报道啊 乌克兰武装部队 首次发布了炮击俄罗斯领土的视频 乌军炮兵部队炮击了俄罗斯境内 比尔戈勒德地区附近的一个俄军阵地 地点距离乌克兰边境1.3公里 乌军第四哈尔科夫边防支队 侦察兵发现了那里隐藏了一支俄军 乌克兰方面宣称啊 这次越境炮击行动是预防性的 阻止俄军从这里出发 进攻哈尔科夫 本次炮击不仅明确 乌克兰正在越来越自信的捍卫自己 不再让敌人支配乌克兰 隐瘀和自卫 也显示出了俄罗斯政府的软弱 俄罗斯政府啊 承认了这次炮击 但并未做出有效反应 而此前 克里姆林公曾威胁 要对这类越境袭击进行严厉回忆 这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乌军啊 炮击俄罗斯边境 就是别尔格勒德这些地区啊 已经不再满足打击那个什么 供电站 军火库 车站了 而是主动攻击啊 俄军的这个驻扎地 比如兵营 集结地点 通过卫星啊 或者博人机 只要发现那儿有俄军 先行打击 乌克兰人说啊 这种打击啊 是预防性的 预防性攻击啊 免得你这些俄军在这集结完了之后 然后就越境啊 攻击乌克兰 然后还说啊 俄罗斯现在很软弱 打了俄罗斯 俄罗斯也没脾气 大家别忘了啊 这是图片报报道的 截止到现在为止啊 俄罗斯的边境 比尔格雷德 库尔斯克 布莱安斯克等等 发生很多起袭击 爆炸 无人机 打击 炮击 火箭弹等等啊 甚至还有导弹 但是乌方从来都没有承认过 大家回忆一下啊 那么这一次啊 是乌军首次主动承认啊 这是我们打的 这个很有意思啊 这个就是表明了 乌克兰现在是越来越自信嘛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就明确告诉俄罗斯 这就是我打的 承认了 不装了 也不藏了 你能怎么着吧 这个俄罗斯啊 现在重点都是关注在 什么扎布罗热啊 什么赫尔松南部啊 他要保克里米亚 哪知道自己后院起火 这比尔格雷德被人抛击 他也无暇顾及啊 只能忍啊 要么就是攒够了一百枚导弹 接着炸 我们再看看巴赫木特战场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啊 这个是乌军啊 持续增援巴赫木特 这个增援啊 主要是巩固不几线 那他并不是像这个被 半包围的巴赫木特市区啊 去增兵 而是在这个不几线的两侧 巩固这种打法啊 实际你看乌军和俄军 双方都是成兵好几万 在巴赫木特地区 但是在巴赫木特市啊 并没有多少兵力 大家也知道这个巴赫木特 他整个的是不到50平方公里 我有印象 实际上摆不下这么多部队 所以俄乌双方啊 大部队都在城外 互相牵制啊 叫少摆多藏 就是说在前线 少摆部队 大部分部队都藏起来 不知道在哪 但是就在那附近 然后呢 尽最大可能的吸引敌方 就是对方派部队过来 然后诱杀 增加对方的伤亡 俄罗斯方面一直宣称啊 巴赫木特地区的乌军有8万人 8万人什么概念 开战之前啊 巴赫木特人口一共是7万 那乌军的士兵 比巴赫木特的人口还多 据说呢 俄方这个金锐的散兵啊 加上瓦格纳 有将近10万人 你说那么个小地方 将近小20万人 哪摆的架呢 所以说啊 这个俄乌双方真正的大部队 可能都摆在这个 巴赫木特城外 那乌军呢 大量的预备队 或明或暗的调动 可能也在等待一个 反攻的最好时机 过去的一天里啊 乌克兰击退了 俄罗斯的20次袭击啊 就在巴赫木特上 巴赫木特啊 还是俄乌双方的战斗中心啊 根据最新的消息 俄罗斯军队 仍在试图完全控制巴赫木特时 并继续对其进行袭击 超过15个地方 受到了炮击的影响 乌克兰总参谋部还表示啊 其部队 对俄罗斯阵地和军事装备进行了17次打击 那双方就在巴赫木特市区啊 你来我往 乌军可能也夺活了一些阵地 俄军正在从市区的南面和北面撤出阵地 驻扎在巴赫木特附近的一名乌克兰士兵说啊 通往巴赫木特的所有道路都遭到炮击 几乎每个进出的人都会受到攻击 但后勤没有中断 乌军已经反击 把俄军从巴赫木特至科斯蒂安 蒂尼夫卡公路上推开了 乌克兰方面说啊 4月6日 乌军战略是在恰西夫亚尔附近部署重火力 守住这里为数公里外的巴赫木特和 伊万尼夫斯克守军提供支援 这里比周边啊 要高出100米 是个小高地啊 所以乌军守在这 只要提供足够的弹药 乌克兰就可以让俄军士兵成为炮灰 节约粉烧费用 实际乌军就守着这么一个地方 居高临下 炮击俄军 泽伦斯基在华沙联合发布会上说啊 俄军没有控制巴赫木特 但是巴赫木特的局势是全乌克兰最复杂的 那里战火最直烈 泽伦斯基还透露啊 希尔斯基上将在负责巴赫木特的防务 其主要目标是保存兵力 泽伦斯基还说啊 如果我们有弹药 巴赫木特的局势就会向我们有力的方向转变 在过去几周里 由于乌克兰军队几乎被包围在突出部分 缺乏炮弹和伤亡激增的情况下 乌克兰和国外越来越多的人猜测 是时候撤回另一条防线 这种缩减将尽管俄罗斯声称取得了相争性的胜利 但并未被广泛视为大规模的军事挫折 然而在周三晚上一次讲话中 泽伦斯基解释说啊 他仍然赞成在巴赫木特苦苦挣扎 这个乌克兰人的逻辑啊 就是俄军啊 在巴赫木特遭受了不成比例的高伤亡 让基辅的部队啊 在乌克兰预计很快会在春季发动反攻之前 碾压入侵者 这个泽伦斯基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啊弹药炮弹广够 那么乌军是可以守住巴赫木特 这个跟咱们两个月前啊 说的就完全一致啊 两个月以前我就已经说了 乌军为什么在巴赫木特打的那么吃力呢 刚开始还是游刃有余的 双方每天你来我往 这个瓦格纳士兵啊 就是打卡士攻击啊 早上九点进攻 几方进攻到了下午五点他们就收兵了 也是类似说996啊 因为人家是赚的是薪水嘛 后来格拉西莫夫一上任之后啊 他就给瓦格纳集团下了死任务 必须在什么什么时候结束战斗 这个时候啊 乌军就显得出下风了 因为瓦格纳在俄罗斯的空天军呢 俄罗斯的正规军的配合之下 采用了这个叫战狼战术 他是三五成纯的 仍然去进攻乌军的阵地 这个时候对乌军的这个炮火啊 炮弹就有更高的要求 乌军一天啊 大概只有五千发炮弹 就这个还不一定能供应得上 不光在巴赫木特战场 所以说乌军的炮弹缺乏 本来啊像这种冲击阵地的战斗啊 都是有远方的火炮啊 把敌人解决在离阵地啊 得有三百米的地方 但是由于乌军缺乏炮弹 造成这个俄军啊 就冲击乌军的阵地 再加上俄军的炮弹呢 是足够的 把这个巴赫木特炸成废墟 所以这个乌军啊 就像被挤牙膏印的挤出去了 现在巴赫木特 乌军大概还控制着 百分之十五的地盘 泽隆斯基已经说了 实在不行啊 如果有被包围的风险 他们就撤了 说了说去啊 不是乌军不勇敢 也不是乌军啊 战术不对头 纯粹就是缺乏炮弹 我们估算一下啊 这个数字不准 纯粹就是瞎算 据说啊 开战以来 俄罗斯已经打出去了 四百万发炮弹 好像是有这么个数 四百万发啊 我们就打乌军啊 死了二十万人 实际上 可能比这个小得多 伤亡二十万 我们就算乌军啊 死了二十万 那你想想 相当说二十发炮弹 打死一个乌军 乌克兰一共打了多少发炮弹 我不知道 但是俄军 现在应该是十七万的死亡 这是乌方公布的啊 乌克兰的炮弹 我们就算是俄军的四分之一吧 那也得有一百万发炮弹 俄军死了十七万人 相当于六发炮弹 打死一个俄军 你想想 乌军是精准打击啊 精准打击也得六发炮弹 才炸死一个人 这个战大家可以自己算 总之啊 不是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而是多少发炮弹 才打死一个敌人 所以说这哪里是打仗呢 这就是拼的是钢铁 拼的是国力啊 拼的是制造能力 我们再看看啊 瓦格纳组织的创始人 普里克金 他是怎么说的啊 4月6号 普里克金说啊 乌克兰军队并未放弃乌冬战略中阵巴赫木特 并指就算乌军撤退 瓦格纳也需要俄军提供更多支援 才能继续前进 普里克金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中说啊 必须清楚表明敌人哪儿都不会去 他声称 乌克兰军队在城内部署了坚固的防御 尤其是在铁路沿线和城市西部的高楼建筑 这也是为何在我看来 现在还没有谈到要展开任何攻势 他表示啊 对俄罗斯军队所提供的支援仍不满意 最近几个月 普里克金点名批评俄罗斯国防部长 稍一股等高官指他们未能为前线部队提供足够的弹药 这个普里克金时时刻刻不忘记批评一下稍一股 看样子跟稍一股的这个梁子是越接越深 这个普里克金现在又在招募新的士兵啊 不能不说啊 这个普里克金还是很有一套的 由于瓦格纳啊 在巴赫木特的表现呢 很多这个俄罗斯的年轻人 踊跃加入瓦格纳集团给钱呢 重赏之下必有勇服啊 这是目前战场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看一看外交以及军事援助 当地时间4月5日 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波兰总理莫拉维斯基的见证下 两国签署了两份重要协议 乌克兰重建合作备忘录和联合生产 125毫米口径坦克弹药的合作协议 同日波兰总统杜达表示啊 在不久的将来再交付给乌克兰6架 按照北约标准改装的米格战机 泽伦斯基当天还在华沙皇家城堡前 发表演讲赞扬了乌克兰与波兰的亲密联盟 这个泽伦斯基到波兰去谈的都是合作 双方一起制造炮弹 这个对乌克兰来说是最最重要的 重中之重啊 再送6架米格战斗机 波兰将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三个连的自行火炮和 解释迫击炮 这是目前乌克兰前线非常需要的武器 这个自行迫击炮是用这个专甲车的底盘改造的 口径120毫米射程可达12公里 每分钟啊可以射6至8发 弹药是46发 这种轮式自行迫击炮主要是灵活 机动跑得快 一次就给它提供三个连的 120毫米的这种迫击炮 可以说啊 这个也算是大手笔啊 不关这个武器的援助 今天啊 泽伦斯基和杜达呀 他们就谈到了啊 说乌克兰和波兰这个边界是自由的 大概这个意思啊 原话怎么说的 我也没记住 意思是他们两国的边界啊是可以活动的 这个因为乌克兰啊遭受侵略 结果这个俄罗斯人不干了 这个佩斯科夫啊 要求乌克兰人 你把这个说清楚 为什么乌克兰和波兰的边界是活动的 自由的 当然了 乌克兰肯定不会搭理它 凭什么有什么理由要跟俄罗斯解释呢 当然我想啊 我是推测 这个泽伦斯基和杜达两个人呢 故意模糊乌克兰和波兰的边界 然后呢 万一啊 乌克兰抵不住了 那么俄军啊 继续进攻 你到达乌西的时候 乌克兰和波兰的边界搞不清在哪 波兰随时可以出兵啊 在那阻击俄军 保驾卫国 波兰一参战 那不就北约参战了吗 那波兰挨打了 你北约要不要帮忙 北约组织的目的不就是防御吗 波兰是北约成人国 俄罗斯已经打到我们国内了 我反击啊 边界在哪 边界在哪 咱是自由的吗 跟乌克兰随便话 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样的话 就让你俄罗斯你得小心一点 你小心 你侵略乌克兰 别过界了 你不知道边界在哪 所以说这个俄罗斯很生气啊 就让这个乌克兰 你解释解释 你边界到底在哪 这万一 俄军坦克跑快了 一下跑到波兰境内 那你这不就事大了吗 侵略北约国家了吗 这是我个人认为的 要不然 泽洛斯基和杜达两个人 玩这个要子干啥呢 英国援助乌克兰 14门AS9015毫米自行火炮 这个用火车运到乌克兰 现在已经到了乌克兰 这是乌克兰人在乌克兰西部啊 拍的视频 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啊 这俄罗斯也没闲的 4月6号 俄罗斯国防部长烧一鼓 视察了位于夏诺夫 格罗德的阿尔扎马斯军工厂 该工厂主要生产虎式装甲车 工厂根据特别军事行动 军人的反馈 加强了装甲的防护性能 国防部指出啊 新代双层装甲可以承受 穿甲弹、燃烧弹、2公斤 TNT炸药的爆炸 并保护人员免受炮弹碎片 和迫击炮弹的伤害 这个烧一鼓去肯定没出好主意啊 肯定是要偷工减料 这是什么双层专甲 肯定是让他用单层的 节约下一层啊 这样省钱啊 这样不就可以多扣扣一点吗 这个烧一鼓肯定只是啊 说北约的炮弹 并没有那么厉害 两层专甲完全是浪费 不过这个烧一鼓也不容易啊 又是从前线啊 视察到后方 还要到兵工厂去视察 实际上这种活啊 是梅德维杰夫的 烧一鼓抛去啊 像是抢了梅德维杰夫的风头啊 如果梅德维杰夫去视察 那这个钱可能到不了烧一鼓口袋 因为梅德维杰夫早就被 普京任命为俄罗斯什么 军工盛产的这个什么主任啊 为什么说烧一鼓也不容易呢 据塔斯社消息啊 当地时间五日晚 俄罗斯国防部位于莫斯科 自那门卡大街的一栋办公大楼内 突然起火冒烟 从现场图片可以看出啊 震震黑烟从大楼的楼顶冒出 据俄媒报道 目前火已被扑灭 没有人员伤亡 消贩人员抵达现场后判定 冒烟是由楼内一个电器起火引发的 什么电器起火啊 应该是烟头啊 要么就是从乌克兰战场 背回来的这个二手洗衣机 或者是家电啊 冰箱啊 因为这个电器老化啊 起火的这个烧一鼓后院起火 我们再看看普京啊 大家看这个视频啊 这个普京为了显示啊 万国来朝 显示俄罗斯啊 朋友很多 所以他搞了好几个什么 驻俄罗斯的大使 到他这个什么 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里面 听普京讲话 这个叫克里姆林宫 杜金亚历山大大厅 从视频可以看出啊 在这个大厅里面啊 这些听他讲话的人 离普京啊 有二十多米远 所以很有意思啊 这个普京为什么要这样的 在大厅里面 要隔着这么远呢 这个一直不好解释啊 你说这个美国总统啊 在白宫那个什么草坪上面 那是室外啊 大家隔的稍微远点 也说得过去 你这个在室内大厅里面 隔着那么远 难道普京是害怕别人要暗杀他吗 按道理不会啊 或者普京啊 可能是帕金森啊 有什么病 不想让人凑到跟前看 离得远一点 看不太清楚 你说离这二十米远 一般人确实也看不清 总之啊 感觉这个普京不太正常 我们再看看啊 这两天比较热的就是马克龙啊 和欧盟的封德拉恩 到中国访问 从目前的报道来看啊 中国接待马克龙啊 有点超规格啊 就非常隆重 马克龙是赚足了面子 但是封德拉恩好像就比较简单 根据网上发出来的图片啊 这个封德拉恩呢 他是坐民航航班来的 不是专机啊 也没有说蹭这个马克龙的专机 他就是自己 大概跟随从几个人 坐着民航的客机到了北京 然后在路上还被那些旅客啊 拉着一起合影 到了机场之后呢 也没有什么车队啊 什么驿站队啊 什么领导人 对吧 或者什么规格的人去接机 只是来了一个普通的啊 送了一束花 还是坐着机场的百度车 离开机场 但是无论是马克龙 还是冯德拉恩 他们在北京啊 所表达出来的意思啊 就这么几点 首先第一个 欧洲避免跟中国脱钩 这是马克龙和冯德拉恩 两人都在说啊 第二个是 致力于什么欧洲的和平 这个要求中国啊 要向俄罗斯施压 第三个就是 加强中国和欧洲的经贸合作 你说那个马克龙带了60多人的这个团队啊 这马克龙带的团队里面主要是商人的 就是他没有带什么国防部长啊 还有什么外交部长之类的啊 有也不重要 他重要的是一个什么 各种艺术家啊 各个什么 阿尔斯通啊 什么一大堆的对吧 非常有名的企业的头 还有什么空客的 到中国来谈合作的 就跟那个上一次德国总理舒尔茨到中国来一样 带了好几百人跑中国来签合同的 所以我有一期节目 我就跟大家说了 就大家要观察 比如说法国马克龙到北京来 带了一个庞大的商务代表团 那是来谈合作的 中国呢 到俄罗斯访问 有没有带什么代表团呢 就是也是60人或者100人的 各种公司的总经理 董事长 一把手 都没有啊 那你说那个签的协议叫什么协议啊 都是框架性的 签着玩的 回来也没法执行 执行不执行后面继续谈继续推进 真正的合作是把你下面的 公司的对吧 各个部门的 各个行业的 有需要合作的 一飞机全部装上都过去 那个巴西总统卢拉 要到中国来访问 说他代表团是240人 全是来谈业务啊 谈完合计就干活啊 就落实协议啊 根据这个法国媒体报道啊 就是艾舍立功呢 于北京会晤时 马克龙提出乌克兰战争问题 细节已经浮出水面 马克龙对中国国家主席说啊 我指望您来解决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马克龙强调 您能够让俄罗斯恢复理智 也为外交竞争更新做出贡献 法国国家元首强调说啊 我知道我可以指望你会让俄罗斯清醒过来 让每个人回到谈判桌前 马克龙还补充到 大国应该在建设和平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 我坚信大国必须在建设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这就是我前来讨论的问题 以便向前迈进 我们还将与您讨论我们的商业 气候和食物多样性 以及粮食安全 马克龙说 4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后 共同会见记者 我们看看这个中国国家主席是怎么说的啊 关于乌克兰危机 中方坚持劝和促谈 政治解决 中方愿同法方一道 呼吁国际社会 保持理性克制 避免采取使危机进一步恶化 甚至失控的行动 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 避免袭击平民和民用设施 保护儿童妇女等冲突受害者 切实履行 核武器用不得 核战争打不得的庄严承诺 反对在任何情况下 使用生化武器 反对武装攻击核电站等民用核设施 尽快重启核谈 按照联合国宪战宗旨和原则 兼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 寻求政治解决 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 这是重点啊 叫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 和着这个北约就再重新定位了 当然这是中国的建议和意见 具体的怎么弄还是欧洲人说了算 我已经明白了 这法国总统马克龙他的意思什么意思 这个欧洲人啊 弗得兰马克龙他们首要任务 或者是他第一目标中国不能导向俄罗斯 所以弗得兰马克龙都说了 帮助侵略者那是不行的 任何在乌克兰冲突中支持俄罗斯的人都将被视为帮凶 你看人家说的很死先把你路给堵上你要支持俄罗斯的话 你就是帮凶 那中国当然不支持俄罗斯 马克龙和封德莱恩的首要任务他已经达到了 然后更进一步呢 他希望中国给俄罗斯施压 让普京知难而退 这个就很难说了 你说让中国去给普京施压怎么施压呢 大家想一想 劝和促谈可以 劝和促谈不就是讲道理吗 就是联合国宪章啊 保护领土完整主权什么一大堆的 那是讲道理吗 讲道理你不听不就拉倒了吗 或者是咱们引诱合作 给你远东大开发 买你的天然气 经贸往来 你只能这样 普京不听啊 不听就没招了 但是欧洲人他不这么想 欧洲人的意思说 你中国得给普京施压 施压什么意思 那就不是说引诱他劝他 而是告诉他啊 说你要不退兵的话 你要不撤军 我就要帮乌克兰了 这叫施压 就是给俄罗斯施压 让普京感受这个绝望 知难而退 这是我分析的 要不然他让中国去干啥 援助俄罗斯那是不可能的 援助乌克兰也不可能 但是他又要中国去施压 我觉得啊 肯定是警告普京 你要不撤军 那我可要倒向乌克兰了 昨天咱们节目说了啊 这个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啊 他在马克龙和冯德兰 到中国访问之前 他接受媒体采访 讲了两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啊 一个就是中国不承认 克里米亚乌东斯格州 是俄罗斯的新领土 这个非常明确啊 比什么武西齐啊 比什么哈斯克斯坦的那个托卡耶夫啊 说的都明确啊 中国是不支持 不光是乌东斯格州 连克里米亚中国都不承认 那是乌克兰的领土 第二个呢 解释了合作无三线 那就是一个修辞手法 不能担争啊 今天俄罗斯媒体报道了啊 中国大使称 与俄罗斯宣布无限友谊 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你说普京是不是气坏了 所以普京啊 他这个性格是有仇必报 绝不过夜 马上就反击 所以你看啊 这个中国大使刚说完 第二天啊 克里姆林宫周四排除了中国进行调解 以停止乌克兰战争的可能性 认为遭受众多军事挫折的俄罗斯 别无选择 只能继续其攻击行动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4月6日说当然中国在调解方面有着巨大而有效的潜力 但乌克兰的局势很复杂 没有政治解决的前景 而且就目前而言 除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我们没有别的其他办法 佩斯科夫被问及中国进行调解的可能性时做了如上回应 我说了吗 这个俄罗斯人呢 马上就翻脸 前一阵子还说中国的这个12点和平立场 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这个12点 还说这个有建设性 虽然不完全认同 但是也是吹讽了一番 现在回头就说啊 排除了这个可能性 为什么呢 理由就是乌克兰局势很复杂 虽然中国在调解方面有很大的潜力 但是乌克兰问题只能靠军事手段解决 没有其他的办法 所以我一直说 现在根本就没到斡旋的时候 就是俄乌双方战争的潜力都没有消耗完 双方都觉得自己还能再打一场 所以必须要双方打得筋疲力尽 骑虎难下的时候 尤其是把俄罗斯要在乌克兰战场上要痛击 要让普京切切实实的感觉到军事手段 没有办法达到他的目标 他只会失去更多 只有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做下来谈判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